這啥車,這車是我的夢幻車 好,這邊應該可以試用單圖,這藍氣如果我買的話 好,各位我們今天要測的就是這桌出來的等一值FT 那等一值FT呢,是在PT之後的一個禮拜出的 那等一值FT呢,他的數據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忘記有改過了,好,沒關係 好,數據呢,小鞋會在這邊 隨便,小鞋會在畫面上面做一個對比 然後我這個是改過的 因為他原本的數據也就是白框 然後其實數據不怎麼起眼 但唯一比較起眼的事情是等一值PT呢 他把他的推進器時間鎖住了 他是紅框的1500 那等一值FT呢,他也把他的推進器時間鎖住了 所以他的推進器時間呢,一樣是600 是白框,這個就不能動了 然後加強的是他的集氣量 這個就跟以前一樣嘛,跟PRO時期的時候都一樣 等一值的FT跟PT就是這個特性 但是呢,這個集氣量到現在 這個時代還管不管用 這個其實不好說 然後我們就先來測看看計時吧 好 先試一下 這集氣量還是很多的喔 但是開機時間真的是 我告對 流影子跑是為了 順便測一下跟 兩台車的差距多大 這接氣時間真的很難抓喔 而且他太短了 然後氣也不是說很多 然後氣也不是說很多 好 他要裝 影響不大 繼續跑 嘿嘿嘿 不行啦 推進器時間不能改太那個啦 PTI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他二段時間比較長 然後你氣少一點沒關係 但至少脫飄還是會滿的 可是這個車氣太短了 然後集氣量高 在現在的車裡面又沒有什麼意義 反正現在的車基本上都一彎一氣 就算連那個國王的新車好了 就算集氣量只有440吧 還是能一彎一氣啊 只是可能你脫飄質量要好一點 可是這台車給我2000的集氣量 也都還是一彎一氣啊 還是要脫飄啊 放在以前比較有用 現在比較沒用 而且其實從PRRO時期一直都是PT PXT系列比較多人用啊 PT跟PXT才是主流車啊 FT跟FXT就是來玩的 所以這台車其實蠻奇葩的 但手感我覺得還可以啦 只是他沒有PT好貼 可能如果硬要玩這台車的話 可能要搭配一點小技巧 假設你是甩尾是 甩尾跟開氣是ZX的人 你可能就要把開氣鍵調整X跟C 然後你用Z用甩尾 然後平常接氣的時候 就用X跟C再接氣 這樣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對阿 要不然這車接氣太慢的 老年玩家就盡量不要玩 會搞死你 重心呢 測一下 哦 美拜 好 再測一個 這台車是不是 氣太短 對啊 所以他是英雄車 英雄氣短 還蠻普通的重心 不過跑里約的感覺不錯 跑里約的感覺還可以 再測一張龐克長魚 重心PT有差嗎 PT沒測重心 我忘記了 重心我都是 很強的測 我才想測 好 有些就忘記測 好 看一下這個彎怎麼樣 欸 可以阿 欸 真的可以 欸 韓服要不要考慮一下等你一直FT跑這個圖阿 欸我覺得可以欸 我覺得還可以欸 我把那個飛蟲拔掉 因為從比賽不能用飛蟲嗎 對二段很多 幾乎所有點都可以吃透二段 夠不夠推是一回事 但他吃的到二段 然後重心也還可以 說老實話 像過這個彎 就蠻好過的 阿不對 這白框車 我忘記阿 突然忘記 沒關係阿 看一下一半玩家可不可以開 這白框車阿 突然想到 可是很玄學喔 就是這個圖阿 不吃車的速度 這個圖阿 你用金框 紫框 白框 三台車 總成績時間不會差到超過一秒半 白框你也可以跑二二 然後紫框你也可以跑二一 然後金框你也只能跑二一 這個就很玄學 你知道嗎 這個圖就是個玄學地圖 對這個圖 車的速度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是重心 重心最重要 有張圖需要淨飄 哪一張圖阿 沒有圖需要淨飄阿 怎麼會有圖需要淨飄阿 好舒服 二段吃透 你看 玄學 這樣都有單圈四一 再來車跑 這個龐克章魚重心很好 最適合跑這個圖的是魔鷹 魔鷹它一速度快 雖然沒有金框車快 但是它根本沒有讓金框車發揮空間 這個圖最重要的是提速 提速快的車跑這個圖很有優勢 因為它都提不到最高速度 你開氣都提不到最高速度 你就要甩尾了 所以這個圖最適合跑的是魔鷹 再來是岩文二 然後再來 應該是黑騎士我覺得 我是說比賽車座裡面阿 因為九代車他們韓服比賽不能用阿 如果九代車可以用的話 我覺得這個圖最吃香一定是封衣 黃金暴刃阿 黃金暴刃一定是最吃香的 好 我還是看看實戰 誰說甩很輕就能滿的阿 還是滿不了阿 來看一下藍氣 藍氣跟紅 藍氣跟一般車的紅氣差不多 唉唷不行 好一個一換一 唉唷 它掉了 剛剛是被刀鋒了 再見 我覺得這氣撐不到終點 哈還真的撐不到 差一點點 糞車確定 這個 再開幾場我們再下 再下結論 好 明星賽會不會全力跑 你說你到底說急速領域還是跑跑的 好跑 好跑也是娛樂的 回流 檔 應該能追 這七彈應該夠吧 這車的離心力不是很大 因為一般的車如果有一點離心力的話 那個彎站長拖它是會稍微往外傾 可是它不是它是越飄越往內 AirPods Pro好用嗎 我就還行 我到我到幾天才知道 原來AirPods是可以接電腦的 只是那個聲音延遲很大所以我沒有用 低配版的Pro我好像昨天有看到人家講 是什麼L什麼的嗎 忘記了我記得是L開頭的 什麼AirPods L什麼的 喔是Light喔 我們就跟司機的Light一樣都是低配 直接這麼簡單暴力嗎就叫Light 我來我來兄弟 還要死了 Rookie 哦不叫Rookie啊叫RQQ KEE 有續訂嗎 有啊 我綁我綁信用卡的才會續訂 Rookie 再見 再見 阿為什麼它R是R在那邊啊 可以啊這車對抗性可以 Premium好用嗎我就好用 跟這台車一樣好用 好來幫FT做總結哈 這台車呢推薦買嗎 不推薦 這台車就是懷念性質的 那它強不強呢 Light 但上個禮拜說的PT它這台好車嗎 也不是 那這台比PT更爛 所以大家不要買 但是它韓服上線就會送三天 所以大家可以還是可以在這三天裡面玩一玩的 啊總結呢這個車就是 Light 金騎士是指魔光騎士嗎 不是 金騎士是指那個 一部電影 叫那個金騎士超人 然後你們可以仔細看一下喔 NZFT它的二段噴射時間喔 在結束的時候一般的時代車我沒記錯的話 是會 是會有那種快銷的動畫的 但是FT它是沒有的 它就是直接沒有了就沒有了 我試試看其他的時代 會不會有那個好了 我記得它是會有快銷的動畫的 然後 喔沒有欸 對不起我搞錯了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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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豹哥 我的NOLIVE直播時間 從這個月開始 正式改為8點到11點囉 日期則是一樣為每週的1356 大家好勞記直播時間喔 記得來NOLIVE找我玩喔 謝謝 謝謝 別別飄了 我們不要說